發燒話題要帶您關心到 看電影是很多民眾的休閒娛樂之一 不過您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電影裡頭的椅子幾乎都是紅色的呢? 這是因為人類眼睛白天還有晚上 負責的細胞不太一樣 在昏暗的時候是由感狀細胞負責 對綠色最敏感 但是對紅色最容易喪失變色能力 因此影廳的座椅大多都選擇紅色 可以降低對觀眾的視覺干擾 另外網路上還謠傳說 紅色的行李箱最顯眼 因此會放在貨倉的最深處 避免被遺忘 但是這個說法被行情人員給打臉 進入國家音樂廳戲劇院 看表演或是電影院欣賞電影 您有注意過嗎? 通常座椅都是紅色的 而這不是巧合 是根據人類視覺設計 因為人類眼睛一白天 主要由追撞細胞來處理視覺 夜晚則是感狀細胞負責 像是在電影院裡昏暗的場所 感狀細胞對綠色最敏感 對紅色最容易喪失變色能力 因此影廳座椅 布幕 多半都選擇紅色 降低對觀眾的視覺干擾 我們在電影院裡面是暗示力 所以主要是以感細胞為主 所以電影院它的座椅 或者它的一些布幕 大概都會用紅色 可是它緊急出口大概用綠色 白天主要一般來說大概對黃色 所以我們大家看到雨衣 或者說是危險線 大概都用黃色 另外關於紅色 還有一則網路謠言 有國外網友宣稱 紅色行李箱最顯眼 因此放在貨倉最深處 能讓地勤拉行李下跡的過程中 更好辨識避免遺漏 相對的下跡後 紅色行李箱也可能最晚出來 但這個說法卻被行情人員打臉 沒有 沒聽說 顏色比較顯眼的 其實也不會在最後面 差不多 差不多啦 所以其實你說紅色比較慢出來 其實是沒有這回事 沒有 也有行情人員之呼 又不是俄羅斯方塊 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空間按顏色擺放 紅色頂多在提領行李時 旅客能更快速的辨認出自己的行李箱 記者 最後報導